现在蔡碧如是弊案的隐藏人物吗 这是台北市议员洪建议的爆料 这是民众党的前立委 那也是时任的台北市府的 台中市府的顾问蔡碧如 那到底是不是金华城案子的隐藏版人物呢 好我们先继续看下去 她说我对我的证据提供的人 丢在路上让我捡到的人 说真的来源非常非常可信度很高 她说蔡碧如慌了 因为所谓的手遇就是用手写的 蔡碧如难道你的签名你忘记了吗 你自己会知道还有没有 那蔡碧如今天也回呛了 她一定会告洪建议告到底 首先呢她也提出了反驳 中间她到底讲的是什么东西呢 因为现在呢洪建议是强调说 她自己手上握有蔡碧如亲自签名的证据 就是刚刚说的手遇嘛 所以呢她说对于蔡碧如爆气她提告 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去蔡碧如 回应她说担任市长是主任的时候 安排每天成会的行程是周一到周五 早上七点半到九点会排三个案子 当中的确有安排处理金华城 那是因为监察院来韩北市府 询问金华城的容积率有百分之三百九十二 变更到百分之五百六的问题 结果现在呢居然被扯上是这个 弊案的隐藏人物 好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今天呢蔡碧如她也发了一个脸书 她说到了执政党的民意代表面对媒体呢 好说托梦指控蔡碧如是金华城隐藏版人物 这种公然指控显然已经是加重毁谤罪 所以呢我将会提告以正视听 也就是说蔡碧如她也要来提告了 她提到了里面也很详细的讲到说 2019年蔡碧如已经离开台北市政府了 那么金华城的陈琴案 是从2020年3月开始 议员大可不必为了博生量 甘冒着加重毁谤罪大搞时空穿越剧 她说如果有事实证明 建议你直接交给司法调查 我愿意配合检察官办公室 公开咨询说明表达自己的清白 同时她也提到了 那朱雅虎是前台北市长 好龙逼时期的兵役局长 也是台北市府的公务人员 都认识她 她说我是柯市长办公室主任 每天来调派一些服务市民的案件 怎么可能不认识朱雅虎前局长呢 她说但是我不清楚 你议员你问这样的目的的暗示性是什么 最后总结 她说我就是很乐意配合 有证据请你交给检方 我一定会配合不需要利用媒体来放话 造成不知情的群众 这种公审的情绪效应 好这个是蔡壁如脸书 她今天做出来的一个发文 整起事件被卷入的人 好像越来越多 尤其现在呢 这个洪建一议员又点名了 蔡壁如是不是隐藏版人物 蔡壁如本人今天呢 应该说16号啦 受访的时候也回应了 强调自己会提告 而且要厘清整个案情 发生在2020年3月 但是她2019就已经离开台北市府了 她有什么证据 我不知道连主席人清楚了 就请她交给检掉好了 我觉得不要特意放话 其实柯主席这个案子 已经进入司法程序了 要交给那个司法单位 一个比较公平公正 这些执政党的名义代表 特定的名嘴 每天都在像边剧一样 像边连续剧一样 2019年我就离开台北市政府了 那这个金华案的曾经 还是2020年3月 那这个时间点就对不上 所以我基本上 我是要去庭洪经理委员 当你梦到的 不可以把你做梦的事情 拿出来讲 那提告的部分会是今天吗 我已经委托律师 就两个时间 一个是今天 一个是她不是说三天 或她要公布什么的 那柯文哲的太太 陈佩奇是在专访当中表示呢 她说减联查口两个保险箱 的确都是她的 里面有金是有预期之外呢 还有各50万的现金 好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 9月12号 她也接受了三家媒体的专访 也公开了1628万金流的 所有的明细 也包含了4300万的 商办履约的账户 但是呢律师刘伟廷认为 如果她公开说法 跟在地检署作证的时候 不一致 恐怕涉嫌伪证罪 最高可处 七年有期徒刑 但是到底一不一样 我们不知道 必须要当事人 或者是相关单位 出来讲才知道 律师做出这个质疑 倒是现在呢 这个时事评论员 黄阳明波基认为 不排除检方是故意把 陈沛琪留在外面 看她跟谁联络 或者是跑去哪个银行 是放线的意思吗 但是她说啊 我们就且当陈沛琪 开记者会讲完保险箱的事 北检马上传讯息 写保险箱新闻的媒体记者 她认为 这个动作不太寻常哦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民进党政策会执行长王毅川 他的质疑他认为呢 柯的账户有三笔汇款 在30秒内是完成的 有三笔汇款30秒就完成 要嘛就是 你自己这个手机转账 要不然就是零贵嘛 就是这个店 这个行员把key入的 种种的质疑 他说呢新竹市议员李国璋 还汇了23万元给柯 他认为如果是处理党务 你为什么要汇到柯的私人账户呢 好讲的好像隐隐会会的 引发大家的联想 好本人回应了 民众党的新竹党部主委李国璋 也跳出来反驳 他就说 啊用膝盖想也知道 就是帮柯文哲 农地整地的剩余款啊 他也强调 明明检掉就知道 为什么还要放话给媒体呢 好整起事件持续的延烧 黄珊珊说呢 这个容金率奖金 连内政部国土署都认为 还说这是全国一致的标准 旗感知法犯法 我们一起来看看 明知违法 却仍要帮柯文哲来辩护 是不是柯文哲当时 在第二任 接受到这个金华城的 澄清案的时候 之所以会改变心意 跟第一届所不同 就是你黄珊珊建议的 所以才让柯文哲 就送给了金华城 20%的龙奖 我觉得这是黄珊珊 必须要讲清楚的 因为柯文哲在第一届的时候 曾经在议会 接受议员的备询 问到金华城的龙基的时候 他就讲 金华城龙基就是392 如果要560 就要拿钱来买 可是第二任的柯文哲 不只给了金华城560的龙基 甚至还送给他到840的龙基 其中20%的龙基 就是用龙基奖励的方式给予的 而这个龙基奖励 就是没有任何把援的依据 那我们要想 当时柯文哲在第二任 送给金华城龙基奖励 是不是就是你黄珊珊建议的 如果是 那黄珊珊你也涉及了徒利哦 因为金华城弊案这个曝光之后 有人就开始在挖一些 比如说高雄国宾饭店啊 远雄的万大楼啊 融基率不是都破千吗 清律团体跟高雄市府的公务局 也发新闻稿 说这些呢 阿东喜吴敦义任内发的执照 吴敦义非常的生气反击 一派胡言 他说高雄国宾核准的融基率 距离他卸任市长都已经26年 所以外界也质疑 绿军如此离谱的甩锅 难道背后真的有不可告人的秘密吗 台北金华城案 让全台融基率问题被搬上台面 其中高雄国宾 融基率1142% 远雄伦 融基率2950% 都被侵略粉砖植仪 事前高雄市长 吴敦义任内核定建造 高雄市府公务局 甚至还发新闻稿 直接点名远雄伦 是吴敦义任内发建造 汉国瑜任内发使用执照 但真是如此吗 吴敦义离开高雄市政府 二十几年了 怎么这个事情 牵扯到跟他有关系啊 这个太扯了 狼的彻翼啊 把作为的假讯息 高雄市政府还在旁边 山峰顶火 不合理的现象 导向于国民党以前的官员 吴敦义也签上火线发文 国民在1981年就信建 他在1990年才当市长 1998年就谢震 融基奖励办法是在1999年推行 当时市长是谢长廷 国民拿到1142%荣基奖励 更是在2024年 离他卸任已经26年 怒轰扯他核定 根本是一派胡言 远雄六万四年前完工 如果是他核定 难道这栋楼是盖20年 很好笑吗 吴敦义已经卸任快20年了 那个时候也没这个东西啊 怎么可能突然跑出来 是吴敦义核准的 这就乱推卸责任了 怎么可能今年才取得 荣基率的这个新大楼 最后是整个的把责任 推给吴敦义 这代表他们心虚了 现在要找人来背锅 高雄公务局长也被掀出 是建筑工会理事长出身 怎么会为航道 推责任给26年前的吴敦义 若不是经华城案爆发 为什么之前会给国兵 荣基奖励到1142% 民进党侧议为了为无就卖 造谣策谎 已经到了无所不用其事的地步 要找第三方结果 来做重新的评估 公务局局长难道过程中 都没有发现任何问题吗 这不就是把球员 请来做裁判吗 离开岗位二十几年 竟被扯上荣基争议 外界出了质疑是政治处理 也好奇这两件高雄建武案 难道珍藏了什么大秘密 这是用陈珍采访报的 高中市议员邱宇轩 也为吴敦义教区 他批评说 以前绿营抓马英九当马维拉 现在是抓吴敦义当吴维拉吗 高中市议员黄绍婷则是痛斥 民进党就是拿明朝的剑来斩清朝的官马 企图要拿吴敦义来模糊焦点 好历史哥也分析 事情发生在城局时代 他说就算往前拉也是谢长庭 还瞎扯吴敦义就代表了民进党扯东若西 不敢面对事实 吴敦义副总统真的很倒霉 遭受无望之灾 从绿营彻翼的抹黑就可以知道 这个议题大概刺痛到 陈其脉的敏感神经 赖兴德跟陈其脉之间 听闻是水火不容啦 继郑文燦之后 万一陈其脉可能也皮皮刺嘛 过去有马维拉 现在有吴维拉 民进党要多么急着 掩饰他的施政无能益金 以及可能的弊端喔 所以还是奉劝告示政府 面对所有的监督质疑 公开透明才是王道 民进党现在搬出 吴敦义前市长来微谓就造 这简直是帝哥到蔡德 张飞打岳飞 用明朝的剑再斩清朝的官 吴敦义前市长之后 高雄市又历经了 八年的谢长庭市长 十二年的陈局市长 到现在五年的陈其脉市长 搬出吴敦义前市长 是在混淆市厅 模糊焦点 其实我们就时间离期来看 这件事情事实上 就在陈局的市长任内 那如果真的再往前推的话 国民犯罪这个历史 还有他这个使用这个状况 那就是在陈局时期 你往前推还有一个谢长庭 竟然可以扯到吴敦义 现在的这个高雄年轻人 多少还记得吴敦义 曾经当过高雄市长 或者是说除了韩国瑜之外 可能已经没有多少人印象中 高雄有除了绿的之外的市长 包括高雄县的县长 所以我想民进党是这样 那当出事的时候扯东纳西 但是不管面对现实 看起来局界在高雄的势力 还是非常庞大 曾经拜 勇敢的面对现实 如果真的有问题 你真要抓交替的话 那就去抓陈局 对不对 抓个吴敦义算什么 你抓得到那你尽量抓 这个在那边瞎扯吸扯是怎样 敦义以毒再战三十年吗 所以国民犯罪 突然面对陈其敗 有关相关的建筑的规定 都是按照相关的法规来进行处理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 我选KE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炸造之脆 保护我在阳光下 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包园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腻 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 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